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说即兴创作课程 零基础也可以学会哦 我本来并没有打算要出第二集的 但是虽然大家什么热烈的回想 希望我继续说 那我就多说一点好了 有粉丝留言说 之前教的方法是很好 可是他还是不知道 右手的旋律要谈什么 他就是没感觉 没有办法很随性的发挥 针对这一点我想了一个方法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你们可以试试看 好 为了不增加这个复杂度 我左手的旋律还是使用一样的 跟上次一样 我们先把右手的旋律学会了以后 左手的这个和弦以后再说吧 好吗 好 所以左手的和弦 我们还是一样用 C和弦 Do Mi So A和弦 La Do Mi F和弦 F La Do G和弦 So C Re 我们还是用这个和弦的循环 去做一个曲子 OK 好 好 第一课 一加一 一加二 一加三 一加四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曲子 它并不是从正拍开始 它反而有另外一种很绝妙的感觉 好 一加一 比如说 我在弹和弦之前 我就先弹了一个音 比如说 我弹了Re 然后和弦开始 我一起再弹一个音 这就是一加一 好 示范 在你弹和弦之前 你先弹了一个音 然后跟和弦一起 再弹一个音 这就是一加一 如果我左手和弦 再做一点变化的话 用分解和弦的好了 OK 好 那顾名思义呢 1加2就是 和弦之前弹一个音 跟和弦一起弹两个音 示范 1加2分钟 好 1加3 和弦前一个音 之后正排三个音 好 1加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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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加4 2加1 2加2 2加3 2加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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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加5 2加4 2加5 2加5 二加四 第三课 三加一 三加二 三加三 三加四 三加一 三加二 稍微慢了一点 OK 好 三加二 三加三 关于这个三呢 其实我们有几种说法 我在这里还是提醒你一下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弹成像三连音 这就是三个音非常平均的在这个拍子上面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弹成像慢快快 OK 也可以把它弹成快快慢 好 那也可以把它弹成切分拍 这些呢都是属于在这个三里面 那至于你要用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下或者自己去感觉咯 好 好 三加三 很错了 OK 三加三 好 三加四 我尽量用一样的和弦 那我的音乐也大概都不超过这里 好 第四课 四加一 四加二 四加三 四加四 四加一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例子 四加一 四加一 OK 好 所以四加一也非常的好用 是吧 好 那我们来做个例子哦 好 第四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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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最后 四加四 四加四呢 加起来总共就有八个音 对不对 所以通常你不管是在三拍里面 或是在四拍 几乎都已经充满音了 OK 但是你还是要 好 记住他的七本原则 四加四 我回来了 好 第六课 好 第四课 好 第六课 好 第二课 好 第六课 好 第六课 OK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总共讲了16种了 是吧 16种变化非常够你去排列组合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设计呢 就1到4 你喜欢什么数字 你就把它写一写吧 本来呢我是想用骰子 当场骰给你看 看我们用一个骰出什么数字 然后我们就依照这个数字来骰 后来我才发现 我在德国根本就没有骰子嘛 是吧 那就算了 OK 那希望今天的课程对你有帮助 这对你在设计右手的旋律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至于左手的一些和弦 其他的和弦进行 或者是和弦变化呢 我们就下次再说好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订阅 就这样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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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